这个视频里分享一些回忆与往事,可能很多产品和知名们都畅想过,大家看一看乐呵一下,笑一笑就好了。在铁路管理日趋规范的今天,相信大家也不会去以身试法。 第五名,首先登场的是12306系统里,席别至今都还存在的棚车。上海地区的棚车最晚运行至2006年,彼时春运的车底空缺还是相当紧张,就连上海站的通勤小客车的车底也都被挪用去支援春运了。 陆内职工只能搭乘棚车担当的通勤列车上下班。有一回,傍晚从上海站搭乘棚车到宝山路科技站,看见一位身着制服套装的女称务员。 搭棚车到达宝山路科技站后,因为没有站台所以拎着拉杆箱,很艰难地从木梯上爬下车,随后登上了旁边的庞巴迪软卧,去开始经过直车的出胜工作。 这短短的实际步入,从棚车直接跨越到25T,反差之大令我记忆游行。 第四名,第二个登场的是救援列车,依然还是上海站。在接受棚车担当春运期间陆内职工通勤列车后,07年开始使用的是救援列车上的软窩24来担当通勤列车。 橘黄色的车体还很昼贵的挂有方向牌,彼时恰好首胎和鞋电三刚刚到达南向级无端,搭乘救援列车去翔段看新电喉,成为了那年上海车迷的春运热点。 第三名,平车。 哈哈,终于开始正式整活了。 04年下初有火车迷在拍完著名的金库直在下行通过正义弯道的照片后,在正义站04起,跳上了即将发车的平车。 就这么一路搭着平车,坐到了无锡站方台车线停车。 全程无遮挡的视角,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印象。 内南时代的沪宁县,东风夭夭与东风八壁支霸的青冲岁月,真是令人无比怀念。 第二名,贯车。 俗话说的好,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惨。 想要全国游走拍车,但口袋空通如也,那可怎么办? 当然是八成豁列了。 某位车迷除了八过厂车,看过老乾贵县的拉翼回龙道展现之外,还八过贯车运转过成坤县。 要说八棚车,或是八厂车还能理解,这八贯车那可真不能理解了。 站立的空间极其狭小,六弯条件也不佳。 呃,不过从照片里看下来,六弯视野也还可以。 只是一路长时间吹着冷风,对身体条件的要求那可是相当至高啊。 而且获列在山谷间穿行,还得预防天气气候突变。 印象里也有广西侧密八国贯车, 在老乾贵县上还被助理值班员给拦停了, 结果自然是被赶下车了。 不过该线路在当时也是有挺多沿县村民八成获列的。 第一名会是什么呢? 这可是一组令人震惊的老照片, 记录的是96-97年间, 往返于南昌子江边村的拐巴拐、拐巴巴士小票, 行驶于向乐县的场景。 具体区间应该是三江镇、王家州、大港、同园这几个区间。 当时不光车顶上坐人, 列车运行时车面也是不关的, 通过车厢连接处时车体会左右晃动, 需要格外小心。 这张照片里停靠的车站, 是96年6月开通运营的向堂站新客厂。 这里终究包不住火, 事情最终传到了北京, 如此重大影响铁路行车安全的事, 向乐小票也就被铁道部勒令停运整顿近一年。 至于我为何倾诉这些事, 因为我在年少时蹭过这车, 真的亲眼见过车顶上坐人的场景。 其实在铁影随行的公众号里, 有一篇临川旧梦, 向乐铁路运转季奇异的文章里, 评论区有一位跑过向乐线的火车司机提到, 高峰时车顶上也爬上旅客, 也是印证了车顶上坐人确有歧视了。 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, 如今也很难有人想象得到, 我们国家的铁路也曾出现过车顶爬满人的场景。 网如各种短视频里出现过的印度或是孟加拉国铁路的场景, 只是如今回想起这段记忆, 其实也是国家铁路发展历史中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一段场景。 感谢有人用影像记录下这个历史场景, 也很想知道这位拍摄者是谁。